娛樂焦點來關注的是香港歌手陳奕迅 四月份將在台北小巨蛋開唱 三萬張門票一個小時被搶光光 不過現在傳出有不肖人士利用假帳號賣假票 受騙的粉絲高達30多人 還有人被騙走了1萬7千多元 聽取歌王陳奕迅睽違兩年 四月一連三天再攻台北小巨蛋 歌神一連唱三場 Eason超高人氣 門票開滿一小時 三萬張門票銷售一空 不過最近卻傳出有不肖業者 看準Eason高人氣在網路詐騙賣假票 初步估計至少有30多個人受害 平均被詐騙金額從8千到1萬7千元不等 還有遭到詐騙的民眾 寫信到主辦單位求救 在臉書買票卻付了款 賣假無故消失 我們也積極的在爭取家常的可能 但是請歌迷朋友們也還是要透過我們官方的購票網站 購票的系統來購買 其他如果在流傳的 其實基本上都是可能是有詐騙的 為了一賭一神魅力 粉絲掏錢不猶豫 不過卻遇上網友詐騙賣假票 主辦單位呼籲 除非有消費者退票 才可能會有零星的票員釋出 提醒粉絲在網路上交易可要多當心 千萬不要買來路不明的票還是尋著正常的售票系統來購票 才不會花了錢 反倒沉冷 天打頭 藉購就回馬瑞雯 台北報導 綜藝電王武宗憲現在手上同時有三個電視節目 收視都很亮眼 但也累出病來 他罹患了A型流感 因此整個過年期間 憲哥都在休息補眠 而身心俱疲之下 也讓他萌生退役 那麼傳出他想要退出這個上山下海拼命的外景節目 本土天王吳宗憲現身曹西平演唱會 還不忘在台上焰餘黃安 黃大哥很辛苦了 特別從北京飛回來才一天的時間 用一手跟白頭健身在台灣逗留的時間一樣長 憲哥搞笑功力一流 節目一個一個開 但現在卻傳出憲哥橄欖A型流感 整個過年都在家休養 讓他身心俱疲想休息了 我們在這邊派四個 我們在這邊派四個 然後關主坐這裡 為了節目效果 憲哥頂著寒流和年輕人玩遊戲 就算受傷也忍痛完成錄影 但卻傳出過年前最後一次錄影時 憲哥就感染A型流感病倒了 在看我的唇有沒有 破成這個樣子 超可憐的 那個竟然就是所謂的凍傷 零下18度 頭往血裡面擦 擦進去之後你要趕快逃掉對不對 No 不能動 因為1 2 3 木頭人 吳宗憲在外景節目中 常常博命演出叫好又叫做 現在卻傳出請辭念頭 但和女兒Sandy合作的新節目 愛女心切的吳宗憲 可是力挺到底 不是 後面還有啦 後面還有 不是 後面還有另外10個腿啊 在節目中和女兒Sandy默契十足 吳宗憲不愧是綜藝天王 首邊有三個節目的吳宗憲 只有一個是外景錄影 對於身體累垮想休息一下的憲哥 製作單位表示很心疼 但雙方會積極溝通 重新規劃節目內容 不要讓憲哥太累了 記者謝文祥 陳怡寧 台語報導